就在现在早晨 魏王以谋逆罪将忠郎将下了大理寺玉 趁着你现在还没有被牵连进去 你还不带着春花他们赶快走 爹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就算我带着家眷跑回老家 大王不会派人来抓我 刚才是不是郭昭来了 是 你还想管曹丕 爹 大哥现在还在牢里 我如果不救忠郎将 谁来救咱们家 你怎么管 谋逆的大罪你救得了吗 丁仪亲自审问你能救得了吗 周达 丁仪 就是他 魏王明 西草院丁仪亲自审问哪 什么罪名到他手里还不加一等 周达 说 你到底还知道些什么 现在可是姓名有关的时候 你还瞒着我吗 爹 我就知道 如果再让丁仪审下去的话 就万劫不复了 周达 你 周达 怎么是你啊 那中郎将希望看到谁 是谁都一样 我问心无愧 你是否问心无愧不在下官审理之中 下官只是要查问清楚 这封信是否是你所写 我已经与父亲交代过 不曾见过这封书信 不曾见过这封书信 我怎么会写这么无军无负的东西呢 这封华将不必抬出大王 下官正是奉大王之命前来查案 此信是从巡令军书房中抄检出来 这封建的笔迹 你可承认是巡令军的 很像 证明此信确是巡令军亲手奉奸 你与巡令军交好 这点不会否认吧 令军待我如此值 我不否认 那就奇怪了 巡令军亲手奉奸的信 信中自己也与中郎将平日自己相同 可你却说从未见过 莫非是巡令军联合他人派你不成 丁草原 你有为友人杨修此人善于模仿他人笔迹 不妨问问杨主播 你不必血口喷人牵连他人 我奉王命查逆案 可不是陪你云淡风轻聊天的 丁草原 我安子云 若子夏瓦此母操垂 此母尚且如此 纵然大王恩慈 也容不得你诽谤君父 钟郎将 国法无情 你就不要习图讲辩 我说过 我问心无愧 是 钟郎将职迷不悟 那就不要怪假官替大王织访了 来人 在 杖二十 是 是 别碰我 她 太多了 是 从那里 要得 又 警察 出来了吗 儿子刚刚想明白 这其实是个字谜 谜底是绝妙好词四个字 不知道儿子解的对否 对 你解这四个字用了一个时辰 魏王解这四个字用了三十里 可世上有一个人解这四个字 只在瞬息之间 这世上竟有如此敏捷 聪慧的人 这个人是谁 世子监公子吗 王府的主部杨修杨德祖 父亲夸他聪慧敏捷固然不假 但是在儿子看来 杨主部并不聪明 何出此言 如果换作是儿子 魏王三十里才解除 我就算一下子解出来了 也要装作四十里才能说啊 你一个小小年纪的学生 又怎么能懂得魏王 怎么能懂得杨主部 儿子虽然不懂政治不懂魏王 但是儿子懂得什么是夫为不争 故无忧 你说说 如今是大争之事 对外有孙权刘备征天下 对内有士族和曹氏勋贵之争 有士族和数族之争 有围绕二位公子的立储之争 然而魏王又是雄才之主 在争斗中人人自危 百官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在这个时候跳出来显露自己 唯恐天下人不知其才能的人 一定是急功近利 虚荣交金之人 最容易树敌 也最容易牺牲 杨主部在这件小事上 都要和魏王争个高低 那么魏王 百官 天下 谁敢容他 所以依儿子所见 真正的聪明 便是审时夺势 不争而争 慌口如此 好大的口气 那你倒说说 这世上能够做到 审时夺势 不争而争的人 有吗 自然有啊 依儿子所见 一共有三个人 这第一个 便是寻令军 可惜他所处的位置过于巅峰 争斗过于激烈 最终还是被卷进去了 但是他能够在二十年内 协调汉氏与魏王 故而是儿子所敬佩的 当事第一人 还有两个呢 第二位 便是能在一块残碑面前 端坐两宿 不拾不挤 不动如山之人 就是你啊 父亲 臭小子 刚才还说得好好的 怎么忽然又巧言令策起来了 如果你推我为书法敌尔人 我不会谦虚 可这审时夺势 还是免了吧 第三个是谁啊 第三位 便是五官中郎将 背后的谋士 老爷 有一位书生 自称司马懿 求见 你倒真有一语成谶 未不先知的本事啊 这人是司马懿耶 父亲 我想见见他 这个时候你不要见 我去见 这二十丈呢 也不过是请中郎将 浅尝辙指令略国法 现在可后悔了 丁草原 你这人想问的不是这个吧 嗯 你是想问我 是不是后悔 没有让你 做我的妹夫 即便我现在是你的妹夫 也救不了你啊 我方才在想 还好我的妹妹没有嫁给你 你这等人 知恶不惧 知祸不必 小人得志 无所不用其极 你不给自己留后路 我还要给我的妹妹留后路呢 我怎么就看不明白 你我二人到底是谁或不愿意啊 你当然看得明白了 你是 一路之了然啊 现在还在成口舌之快 你这人的秦司体国法如炉了 你给我吊起来 别醒 中郎将现在关在大理寺 本应由世书审理 可如此要案 为何要交给一个外官 我说了 有些事你和我一样是无能为力的 人之无力 你这人不想说